我覺得這個脆腸一定要 因為它的上面就寫 招牌麻辣脆腸 這一定咬的 要不要吃 一定要吃吃看 這有很多錢不用打折喔 今天的遊戲規則呢 張俊文要不要說明一下 好 今天 遊戲規則是什麼 對啊 你以為他玩脆腋是不是 會 你板子忘記帶子 我跟你講 今天兩隊各有一千塊錢 一千塊錢 然後可以選擇你五樣想要吃的東西 過程中啊 你有兩個地方可以選擇說 跟老闆拆拳 拆拳 如果拆贏了 之後他會幫你買單 讚喔 有現實啊 有事不要逛了太久 不會回來啦 我就覺得你剛剛說法很現實啊 你太現實了 哪有 好 現實是三十分鐘 一千塊我們這邊在 我們的外機這裡 沒錯 這邊在一家之主這邊 檢查一下 因為上次我們節目裡面那個假錢 放到裡面了 好 一倍一千塊錢 三十分鐘把自己最喜歡的 五樣東西買回來吃 準備好嗎 好 三十分鐘準備出發 GO 他們說 他們說肉夾膜 他們有推薦什麼嗎 肉夾膜啊 起燦在那裡 身體好起燦 台中的朋友 你推薦什麼 推薦 我沒有想問 我要問一些道地的人嘛 你推薦什麼 人家還沒長大 冷靜 所以我們先去買脆皮蚵仔煎 脆皮蚵仔煎跟臭豆腐 臭豆腐對不對 有一樣 剛剛進來的時候有看到 他說這邊是非常有人氣 他說這邊好吃啊 他說這邊好吃啊 聽說你們的很好吃 還挺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 像小麥捲 脆茶 哇 小麥捲 小麥 覺得脆茶一定要 因為它的上面就寫 對 招牌麻辣脆茶 對 飲料的 要不要吃 一定要吃吃看 有很多錢不用打折 不要打折 但是算便宜一點 老闆你還有推薦什麼 我喜歡吃米鮮 來 你的NO 來 你推薦的就NO 我覺得就是問老闆 因為我們下次還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拖出去大家都看得到 不好吃就完了 就完了 不好吃就完了 沙可樂 排隊名餐 排隊名餐喔 新呢 新一份三十 新一份三十啊 講的話見外的 好吃 好吃就 硬抓了 夠了 沒有 沒有 對 你推薦的對不對 對 他推薦的 NO 不是 不是我們點的喔 等一下 陳哥 要買五樣 不好意思 不是在這裡買五樣 應該夠了喔 不是 可以了 我們要買五樣 不是在這邊買五樣 你們要賣一票嗎 我們已經超過十樣了 都誤會了喔 欸 我覺得差不多了 好 應該可以 多少錢幫我們算一下 我們啊 因為錢不夠喔 招待你們 我招待 不行 不行 招待 沒有沒有 招待 如果你要招待的話 就讓我們陳哥拆取錢 五十塊就太過分了 因為我們一定要照算 這件是八十左右 哈哈 哈哈 我們就拆一百 哪一 人家是開店的啊 做生意的啊 我們就在做慈善的啊 就一百 就一百 就一百了 買一百啦 可以 可以喔 可以喔 一百 那我們可以猜拳嗎 一百啦 一百要猜拳 一百 一百 一百要猜拳 給我抓進來 給我抓進來 我喊過喉嚨喔 好 不夠吃再來 謝謝 數到三 一起好好謝謝老闆 一二三 謝謝老闆 誰已先好 他長得像謝老闆嗎 他像派大星 謝謝老闆 我們走吧 感謝… 老闆啊 老闆 在這… 老闆我要一個蘇皮芋仔煎 但應該要買臭豆腐吧 臭豆腐是這家嗎 對 這兩家都超有 那順便點… 好 芋仔煎要 蘇皮芋仔煎要幾份 兩份 老闆 臭豆腐也兩份 要回去嗎 啊 要帶走嗎 對… 要帶走啊 一百五十塊 一百二 你蚵仔煎呢 蚵仔煎買單了沒 還沒… 要… 幫我加辣一點 好 泡菜多一點 對 辣一點 那這位人吃到就吐 對 我們吃不到也不要辣好過 我們可以吃 對 我們吃不到也不要辣好過 那我們吃得出來 我們能喝個西瓜汁嗎 這個 可以啊 妳的… 妳的強… 妳的強項是什麼 就是西瓜汁 就是西瓜汁啊 什麼啦 陳哥啊 陳哥是… 我們從頭到尾都講西瓜汁之後 好… 五杯西瓜汁 真的啊 真的啊 不能叫他嗎 妳能讓妳的一杯先喝 是要拿著去賭的耶 喔 要這樣子喔 五杯我們要帶回去 我們可以喝一杯 買五杯只能喝一杯 對 老闆要看他們收錢不用打折 不好意思 請你們喝 不行 不行… 不行… 做生意啊 在商延商好不好 一百塊好不好 沒問題 一百塊… 沒問題 來 那爸我們會做廠商 謝謝 哇 大西龜來啊 先來一杯吧 西瓜汁來 走… 好好喝喔 走